这是解放大西北的第一战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都这个时候了 国军还敢主动出击 要知道 当时的老蒋已经威操完了几百万精锐部队 更不可思议的骑兵冲锋工程 这里我只能说 大人时代变了 当时马洪奎和马布芳 企图趁彭老总刚进驻西安 咸阳大部队没有跟进时 联合胡宗南将我军击溃 但彭老总早已看透了这个胡宗南 而马洪奎又狡猾无别 跟胡宗南一个德行 现在只需要打腾赶冲锋的马布芳就行了 彭老总起初还有些担心 这敌军来势汹汹 自己手上的部队可能不太够用 周世帝和杨德志两位兵团司令 早已率领部队马不停蹄地赶路 在战斗打响前 成功抵达咸阳 并在城外建立起了环形防御阵地 现在就静等马家军前来从此 没想到啊 这些家伙极不可能 马纪元指挥骑兵率先发起急目 甚至放出狂言 要两个小时内攻下咸阳 随后渡过渭水 占领西安 没想到 等冲过去迎接马家军的 是全副武装的我军 冲锋枪 重击枪 火炮 齐齐开火 再加上彭老总的作战秘诀 射人先射马 双方血战到天黑 马家军伤亡惨重 但马纪元这个头铁娃 次日又集结部队 发起新的进攻 结果再次一脚踹在了钢板上 我军顺势发起粉扑 取得了咸阳保卫战的胜利 至于马红奎的部队 早就跑到了五十里外 后转五十公里 小枪手 至于胡宗南呢 刚和我军接触 就撒鸭子跑路 此战 我军俘虏了很多马家军 但大哥子这个老红军 曾和马家军有血海参仇 竟杀了两个俘虏 彭老总当即给了他处分 从连长降为排长 外加一个党内处分 我们是所有部队 抓到的俘虏 愿意回家的 每人发给三块大羊 愿意留下的 我们欢迎 是 过去 他们杀了我们不少红军 杀得很惨的 可今天 我们一定要按政策办事 明白吗 是 排长记住了 而接下来 就是彭老总和胡宗男的较量 好